高雄凤山发生了一起连环状车祸 一名中古车行的男子 中午开着试车车牌的休旅车 外出买饭 行经大名路段 疑似是左前轮胎爆胎造成了车牌 这个整辆车打滑失控 连续擦撞了路边四间摊伤 还有九辆机车 其中炸鸡摊的老板娘遭到波及受伤 监视器牌下一辆休旅车 行经大名路段 突然失控往路边撞 这一撞不得了 总共波及四间摊伤 九辆机车 第一台然后摊位遭撞 第二摊 接下来机车全部遭撞 周固现场才不能堵 满地都是四散的零件 摊贩也被撞得七零八落 其中一摊炸鸡摊的老板娘 还因此遭到波及 听到蹦一声我就转过来 他就撞过来了 就割伤这样子 然后脚撞到 好险人没事 仅手部轻微的擦伤 只是摊车被撞坏了 根本没办法做生意 损失惨重 另外一间面摊老板娘 可是被撒坏了 去的水槽都摊了 去的档子都走经营 桌子都摊了 年款的自知叫 就是 我会撞到没撞 这起车祸事件 就发生在一号中午 当时中午车行夜行男子 开着试车车牌的休旅车出门 疑似左前轮爆胎 造成失控打滑量货 就是轮胎突然破掉这样 我们突然打滑 可是人没有办法 其实做出反应这样 那这边电架的话 我们是一定可以 相对赔偿这样 你那时候时速大概多少 时速大概20 30而已 对 强调绝对会赔偿 但四个摊商和九台车的财损 加上原本要卖的休旅车 也需要维修 这后续的赔偿代价可不小 记得邓明在高雄的采访不到 跟说的原因是不行了 继续地上 继续地上 看下来 好 接近